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苗飞食物 我是飞哥 近段时间天气比较炎热 今天我们就来吃苦瓜 苦瓜虽然有点苦 但是清凉能结束 首先准备一点姜 先把它切片 然后再改刀切丝 接着顶刀把它切碎 这个是今天早上去买的肉 让商贩已经帮忙打好了 把姜磨放进去 夏天多吃一点姜 多吃点苦瓜是好的 现在呢我们来调一个馅儿 加入少量的米酒 盐 糖 少许的生抽 给点蚝油 少量的胡椒粉 打进去一个鸡蛋 用手多拌均匀 要不停的抓 让猪肉把鸡蛋液全部吃进去 这样腰馅儿才会嫩滑爽口 现在的猪肉已经把蛋液全部吃进去了 变得比较黏了 这个时候加入一勺生粉 继续用手把它搅拌均匀 到后面再放上一点芝麻香油 让肉馅儿更加的香一点 再次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油馅儿就做好了 接下来把苦瓜切成段 先把头子切掉 把它切成三厘米长的段 然后用勺子把里面的羊掏空 苦瓜里面要抹上一层生粉 这样它才不会脱馅儿 然后再把肉馅儿均匀地晾进去 两面都拍上一层生粉 两面都拍上一层生粉 这样能够很好的锁住肉的水分 来剁一点蒜末 再切点姜蓉 切好上个碗里面用 现在我们来调一个蒙古瓜的肉汁 碗里面加入一点盐 糖 鸡精少许 来一点生抽 蚝油来一点 再加入少许的陈醋 一点就可以了 要来蒸香的 再给一点芝麻香油 几滴老抽 上一下颜色 再加一点水 这个就是蒙古瓜的六汁了 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苦瓜 我们再做一个苦瓜炒蛋 先把两头切了 从中间破开 把羊片掉之后 开始切成薄片 越薄越好 切好了以后 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个碗 打入四个鸡蛋 再加入一点食用盐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好了两道菜都配好了 现在开始制作 锅里面下入一点油 把骨瓜均匀到柏油锅中 盖上盖子 开小火煎制 把骨瓜装给了一面 一面金黄了之后 翻面再盐 骨瓜切成薄片 粉 骨瓜切成薄片 骨瓜切成薄片 现在已经完全熟透了 把骨瓜扒到旁边 就可以下入姜蒜末 然后把它炒香 炒香了以后 下入调好的料汁 这个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你爱吃吗 你又不爱吃 你又不吃苦瓜 你吃苦瓜吗 不要吃里面肉 你不吃外面的 转吃里面的 妈妈妈妈会苦的 苦你也要吃 爸爸先给你一个吧 最后把闷谷瓜的料汁给它淋上去 切给大家看一下 肉馅非常的Q弹 锅里面烧水 水开了之后 再下用苦瓜 再次把水烧开 就可以把苦瓜捞出来了 捞出来了之后 放到冷水里面去 给它过凉 要想让小孩吃苦瓜 就要把苦味弄掉 它里面的汁水 就是苦味的来源 所以一定要把里面的汁水 全部挤出来 把它挤干 小孩是不爱吃苦瓜的 这一步是要做的 接下来 起锅烧油 下入苦瓜 给它翻炒一下 把苦瓜上面的水分 全部炒干 加糖 加一点盐 增加底味 把苦瓜再次翻炒入味 就可以倒到鸡蛋里面去 用筷子 再次把苦瓜和鸡蛋 充分的搅拌均匀 接下来 我们开始煎蛋 锅里面 放入一点油 先下入一半的蛋液 迅速用锅铲把它摊开 蛋液把它炒至半熟 就可以把它倒回碗里 用筷子把它再次搅拌均匀 起锅烧一点油 下入全部的蛋液 我这个是不粘锅 大家如果是用铁锅 是不可以这样做的 铁锅煎蛋 一定要热锅凉油 鸡蛋煎至一面金黄 翻面再煎 煎至两面金黄 就可以把它倒出来了 切成三九块 摆盘的时候 煎得炒外 这一盘不苦的苦瓜炒蛋 就制作完成了 这样吃起来就比较干爽 不会出水 而且也不苦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孩子们乐意吃 他们喜欢吃就可以 好吃 好吃 你就吃 我咬着火了 我咬着火了 我的饭 我咬着火了 你要吃 我咬着火了 你吃 不过 你吃 我咬着火了 我咬着火了 你吃 你吃 我咬着火了 我咬着火了 你吃 我咬着火了 要往打架了 妹妹 打架了 打架 我干妈妈 妈妈不要弄大架 你要输了你就 真的吗 这一期我们拍的苦瓜拍了两个 就是酿幼馅的话 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吃里面的馅 苦瓜的还是不怎么爱吃 还是有点怕苦 然后这个煎蛋还是蛮不错的 这个煎蛋呢就是能够 专门针对那种不爱吃苦瓜的 你看我们家的两个宝宝今天晚上都有吃苦瓜煎蛋 然后这边的话是太厚了 苦瓜太厚了 所以呢你肯定会有一定的苦味的 所以他们只吃里面的馅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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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